这将华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卢经理说 他们公司的沙虫剂在东南亚某国的市场份额 大概占八成 今年五月份 跟他们公司相同外观和品牌的沙虫剂 从非法渠道进入当地 而且价格只有他们的一半 卢经理说 他们派人去国外做了调查 发现市场上的那款沙虫剂是假的 我们是有专利的 包括我们很多细节盖子里面的按钮 都是有专利的 有商标 再还有我们很有繁卫标志 只有紫外线的灯才能照得出来 他那个人 他那个没有的 那个是没有的 再还有我们底部有喷码 喷码我们所有的喷码都有二位码 在国家有备案的 每一瓶我是一瓶 一瓶一瓶 一瓶一瓶的 对 所有的都可以查得到的 他们假冒是没有的 卢经理表示 造假的那家企业非常嚣张 竟然在短视频平台 上传了造假的流水线 随后公司方面报了警 后来经过我们调查 这家公司它自己有的品牌 跟它视频上产生这个商标的图案是不同的 是我们杭州本地这家公司持有的商标 警方经过调查 造假的企业在山东几宁 企业规模不小 有三四个沙虫剂品牌 自己牌子的沙虫剂在东南亚销售碰壁后 因为金钱趋势 山东的那家企业竟然造起了假 假货出厂以后 先通过货车运到福建 再通过非法渠道运到东南亚某国 应该生产量就是短短时间 已经有近80万坪已经销售出去了 现场我们当时在高速上 也截获了一辆大货车 上面有3000多件 每件的话有24坪 目前山东几宁那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韩某中和韩某两兄弟已经被萧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